县长李明珍带领进军团一行人来到吉吉岳刚营区 由兵整中心洪主任所带领的各单位干部代表 接受各界资政加菜金 林县长表示 中秋佳节快到了 有很多国军弟兄无法回家团圆 所以他特别代表县府以及南投县各界 资政慰问金以及加菜金 为了国军弟兄保家卫国的辛劳 也感谢各界的参与 今天我们南投县各界到兵整中心 来慰问兵整中心的官兵 因为中秋节快到了 国军官兵可以为了保护国家的安全 不时牺牲假日都守住在金中 为国家效劳 所以中间节的前夕 我们南投县各界特别到兵整中心 来发放慰问金加菜金 祝福我们所有的国军官兵 中秋节愉快 兵者中心主任洪金顺将军 则代表国军欢迎林县长 以及进军团的力临 他说军爱民民进军 岳刚营区本着军民一家的精神 将会持续与县府密切合作 落实各项防救灾任务 那今天再次欢迎各位到这边 那也希望以后各位除了绕军之外 平常也可以欢迎进来里面坐 听说我们这边好山好水 常常来都没关系 不要说等到绕军再来这样 感觉好像怪怪的啦 好像来就要领红包这样不太好 县长黎明珍并颁发 进军爱国大匾额 给荣获全国进军楷模的 秋淑魏女士 肯定她的进军表现 随后进军团行人前往了训练场 参观各式战车操演 国军操演技术精良 获得大家一致的肯定